走哥有二十箱 五十箱 特别今天从山林并来的 要包满冒民 连白玉苦瓜也来共襄盛举 韩国鱼在上次造势活动中的口误 却打响白玉苦瓜的名号 这次在钢山会场 反而成为亮眼农产品 会场周边道路两旁的摊商 有的正在备料 有的已经开张迎宾 对鱼鱼不一样的 譬如说 回家打狗拒绝北漂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终止 我们北漂的日子了 我就突然想到啊 想到写诗啊 然后晚会这样啊 然后先把韩国语写出来啊 韩国语当学写出来 然后就顺便就这样接下去了 就接得出来 啊不然你会在牌堆吗 对 要找找地方是不是 对 太红了来哦 对 台湾来了 我把我们这个 我把我打 阿伯来得完 因为他是从高雄南端的 后进北上岗山 两个小时的路程 只为了把握这一次商机 因为商机 从摊商的笑容中 就能够看得到 真的有过年的感觉 我心情超兴奋的 超兴奋的 对 而且还没开始了 还没 我们从昨天到现在啊 都一直陆陆续续 有人买 都没有听过 真的看到新气象 感觉很开心 那有希望能够翻转吗 有希望 当然要转转转 一直转布铁啊 我没有破过这么大的盛事 这是黑米 然后这是冰糖 对 好 我买了 这个好吃 很一样 好 好 摊商加上陆续涌进的人群 但是会场周边的交通 还算顺畅 因为有志工出动协助疏导 穿梭在摊商中 支持者也热情入境 对于韩国鱼的寒流风潮 学者观察认为 这是一场满足多样需求的造势活动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他的热情 热度非常的高 而且群众绝大部分都是自己付费的 没有便当给他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 一公里长的瘫痪 那个摊商 因为要满足他们的民生所需要的 那这样的带来了商机 摊商也开心 民众自己自费 然后也很嗨 而且结束以后不愿意走 蛤 支持1号是不是 1号 1号 你们是住哪边 燕草 燕草 是燕草 一面做生意 一面不忘比出首饰 韩国鱼三山造势的最后一场活动 在人生鼎沸中 也带动会场周边的摊商买气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